现在经过五年了吧 我算是真正广州球迷了 觉得不仅自己是一个工作者 更多的是自己心也在这支球队上 心也在这个广州这个城市上 好好的帮斯克拉里把这支球队弄好 无论是在战术上还是他个人的生活上 如果有一天他走了 那我就继续给这些球员去当翻译 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也挺开心的 当时我在巴西留学 我们学校当时是交换生 然后在巴西留学 恒大有一个朋友知道我当时在巴西做过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需要一个 正好当时恒大要搞足球 然后他需要一个人又会说普语 然后又经过 又是做过一些足球的东西 然后就找到我了 然后就实际上过来了 我刚来恒大的前一年 是非常辛苦的 我觉得非常累 因为当时有五个外员要需要我来负责 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 自从李皮来到斯卡里之前 我都是比较轻松的 现在给主教练当翻译了 可能压力又更大了一些 比如说他战术的传达 比如涉及到跟俱乐部的沟通 比如说涉及到维护 教练的球员的关系 还有球队日常的这种工作的步骤 我觉得更多可能倾向于一个管理者 和一个命令的传达者 这个责任感的是和当球员反应完全不一样的 我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 我想说就是如果教练能说的每句话 我一定会一字不落的 然后就是按时刻的 按时间的翻译给球员 但是实际上不论是中招还是亚冠 教练的那个区域不能经常翻译进的 就是我经常进到那个区域以后 会被第四官员就那个裁判给撵走 就是说这个区域一定是教练才可以站 其实我也尝试去多进入那个区域 跟教练站在一起 但是我站比如说几十秒钟 二十秒钟就会被他赶回来 而且不会让我再次进了 我可以说所有人里吧 最好的几个朋友之一了 一三年的时候 我俩基本每天都在一起生活 然后我俩之间的关系不像是工作者 更多的像是好朋友好兄弟 我们年龄一样大 而且性格也很像 而且在生活各个方面 我们的价值观和想法 基本都一样 而且我认为埃克森是一个 非常非常能理解中国文化 非常非常乐意去 去把自己与中国这种文化 中国的人民去融合的 这样一个霸气人 其实埃克森是比较 你说比较活宝的这样的人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 你对他一个丑好笑 你为什么这么叫 埃克森会觉得好可爱 比如说小熊 我有跟他说我带来叫你小熊 然后埃克森觉得 这个确实有点像我 他觉得挨神的话 可能对他的是 更多的是穷迷对付的一种肯定 当然他 比较开心 你 你是我 你好 你是我 他可能更多的是大白咧咧吧 其实他的大事还是比较主见的 一起出队吧 然后埃克森一直 他不太在意自己的这种打扮啊 穿着什么 他一直背着一个 LV的一个大箱子提着 然后背着LV大书包 来拉一个LV来拉两箱 然后大家都叫他像是那个 火车东站那个卖假货的 当时第一年来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球队 他郭成日 他请了我们全队的人 一个日本餐厅 其实当时价格还挺高的 然后他把我们全都请了 他以为不会很贵 他请了全队的人 结果结账的时候 四五万块钱 他说服务员你还不会 拿把刀一块给我杀的那个账单 我与克莱奥联系比较少 木里奇和空海 我没有想到空海能再次回到中国 因为就觉得 不会再跟他这个人有交集 更别说是我们在球场上 但是今年遇到空海以后 发现他披着上岗的队服 然后他也是比较职业的一个学员 对恒大没有任何的留情 他说我遇到恒大 我一定会进球 跟我私下说 我进了球以后我也会庆祝 不会给你们面子 其实当时觉得 足球还是蛮现实的 就是走了以后 就这种球场上的情意不会有 虽然说私底下大家是好朋友 但是心里还是会觉得 有一些些陌生感 我支持你 因为职业足球嘛 这个人员随着资金的流动是非常正常的 就比如说前些前20年30年 可能还会因为地区因为荣誉去踢足球 但是现在更多更多的都是一些资本的流动 尤其是你看欧洲的这样一个大的俱乐部 很多都是靠资金来来来组建这样一个球 这很正常就像现在我们工作一样 如果你有一个更好的工作的话 当然你愿意去一个好的地方 我觉得空凯还是很重情义的 他在我们球队的时候经常会去儿童福利院 经常会去什么孤儿院 他走的时候也去把所有的衣服都捐给了 孤儿所有东西都捐给了那些收入院的老人 空凯还是很重情义的一个人 我觉得钱只是职业足球的一部分 但是并不是代表他这个人只看钱 每个人可能每个人做的方式不一样 如果这个换车厄克森我相信他不会轻致的 但是孔海既然这么说了 我觉得他也是更维护他自己上岗的军队 毕竟是他跟恒大已经解约了 已经没有合同了 他说什么无非是球迷的一种 包括我们的一种情感寄托吧 可能他觉得他还是我们的人 但是职业足球就是讲 有一天你从一个球队走了 你去另外一个球队可能 这一切都会变的 走的时候 孔海既就是本静明 一点点根本不会说话 就像一个小玩具一样 就只会在地下爬 到了酒店 到了酒店以后呢 大家都惊呆了 就所有人都惊呆了 本静明会说中文 就会说中文 然后中文说得还很好 就会基本的对话都会 来你干嘛呢 吃饭了没有 我叫本静明什么 就这些都会说的 然后值得我 因为我普语名叫弄 值得我弄弄 就很感动 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 我觉得 哇 几个月的时候 然后现在时隔一年都不见了 还能叫出我的名字 罗比尼奥可能 形容的话可能更像西瓜吧 简单而且很平易紧人 罗比尼奥真的很平易紧人的一个人 我觉得宝林尼奥更像是梨吧 比较成熟 比较有内涵的一个人 埃克森我觉得更像火龙果吧 绚丽啊 非常热情啊 非常自由啊 高拉特可能更像香蕉吧 细腻一些 然后香蕉是柔柔柔的 这就是宝林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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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广州球迷真的很爱广州足球 所有的巴西人来了广州以后都说 哇 你们广州好热情啊 每一场比赛都五六万人啊 出门都会被路人都会拉照拍照片啊 去合影啊什么的 我们在中国这么多城市比赛 还有对于这些巴西人 他觉得广州球迷最好的一点就是 广州球迷的素质行为举止和素质真的非常高 他们觉得我们的球迷从来没有一些过激的行为 从来没有什么扔水瓶啊 从来没有一些砸东西啊 这样的一个行为 而且我们不论是输球赢球 广州球迷都一路支持我们 就是我弟一路追随 真的我们今天的成功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球迷的支持 那就感谢这些一些默默的支持我们的群民 如果我们或许都会给了一些 对待说服务的声音 od亚被罢用 就是我们对待在被迫生人 感谢这些人